南韩新华台首度出面驳斥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的新书内容 用词强烈称是严重扭曲事实 认为此局会严重损害韩美同盟关系发展 并希望美方采取相应措施 防止类似情况重演 清白台负责与民沟通的守密引导汉 22号召开记者会表现 昨天晚间已向美方传达了郑义荣的上述立场 郑义荣曾在三次两韩元首会谈 两次北韩与美国元首会谈过程中与波顿共事 韩国高层人士表示 只要看看当时的画面或报道 就能轻易得知波顿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另有资料证明 波顿当时并未参与板门店会谈 而是前往蒙古访问 不过如今两韩关系紧张 北韩22号宣称 已被妥千万份传单对韩国发动文宣战 南韩政府表示 当局正在密切关注情绪 至于是否采取军事行动 取决北韩发送传单的方式 新唐人亚的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